网络热门仙人球推荐 柳玉鼠鹤潮丸 哈喽各位植物学家们大家好啊 我小新今天呢 咱们来聊一个新的品种 那就是柳玉鼠 首先听到这个名字的小伙伴 都应该能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吧 这个仙人球品种的特征 就是拥有突出的牛像乳头一样 然后这种像乳头一样的突起 所以就像那个肿牛一样 叫它柳玉鼠 并且呢 这种仙球通常有非常粗壮的针状刺 还有一些品种呢 还长有这种钩状刺 它的花呢 大多都是白色 粉红色 或者是黄色 通常是有多种颜色的 副色花瓣组成的这种同心圆环 或者是条纹 它的花通常与茎是成比例生长的 并且是长在仙球植物的顶端 在整个夏季都会持续的开放 喜欢花的小伙伴 是非常可以收集的呀 这个鼠的品种 真的是做到了既可观刺又可观花 目前呢 这个品种有30个物种 含17个变种 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大统领 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种仙球 名字叫做赫潮丸 这个物种的拉丁名 意思是克罗克特斯螺旋体 从这个名称可以看出 它主要描述的是仙球的外观 这个仙球的名字 是由一个名叫纳萨尼尔布尼顿爵和约瑟夫 纳尔维伊罗斯命名的 这个品种呢 它排列成20至31根由结结构成的类骨 结结圆锥形 接尖乳蕴在它们的这种顶端 乳蕴白色 有毛 有刺 刺一般很长 黑色而尖 尖端较浅 因克隆类型 从这种黑褐色到这种黄色而变化 每个乳蕴具有零至四个较短的直中央次 长零至五尼米 然后它这个生命之五年之后开花 成白色花 有时会有这种黄色或者是品红色 中间条纹较深 果实成球形 成绿色 肉质 它的名字非常的好听 也非常的浪漫 这是我觉得日本仙球起名之中 最好听的品种之一了 这种仙球是在墨西哥沙漠中 最具代表性的物种之一 它的油极为的多变 它通常就是毒生的这样的一个物种 但是在园艺养殖中 可能会出现群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通常就是三头五头那样顶了天 那是因为园艺养殖的这种土壤 物质比较丰富 它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一般在野外都是单头的 是具有这种大萝卜根的这样的一个品种 它具有这种比较高的内骨 就是油突 它的头部扁平 是仙人掌中最大的一种 然后是一个高度变化的一种物种 它的植物大小 镜的颜色和花的颜色 刺的颜色通常都有所不同 它的这个刺有这种深冬银色 灰色或者是黄色的 此外较老的植物可能会有出现 外观破裂的这种刺 它的镜是这种浅青或者是绿色 裂带紫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的油非常的这种排列非常有序 尖端有各种的这种辐射的这种刺啊什么的 很漂亮 它呢 想要它开花呢 还是比较难的 一般是要到五到九岁之后呢 它可能才会开出白色或者是粉红色 就是白中透着这种红的中间的这种花啊 它的花瓣的基部基本上是黄色 目前呢 它有很多变种 最著名的三个变种中 最著名的是一种名叫棉狮子的这样的一个仙人球 它们的区别呢 就是贺潮丸的刺 有这种环 刺表面有这种环形的牛角纹 中央的刺比较长啊 那棉狮子的刺是黄色的 新刺比较油亮 刺是朝外生长 并且不具有这种镜像刺 它是有这么一些区别的 并且它是发生在这种主要分布在新莱昂中 距离主要的种群是有一些距离的 是这样 那话说回来 咱们接着来聊贺潮丸 它主要是产于墨西哥的东北部 发现于墨西哥的克阿韦拉州和新莱昂中 它占据了奇瓦瓦沙漠的汉生灌木丛 海拔是在1200至1900米 在奇瓦瓦的石灰质土壤上 这种汉生的灌木丛中分布非常的广泛 并且非常的常见 该物种没有什么重大的威胁 虽然栖息地被这种山羊过度放牧 造成了一些破坏 但这种物种的生存能力还比较强 为什么比较强呢 大家看它的刺就明白了 它一般很就是羊啊什么 这些是动物的话 是比较难去啃食它的 特别是成年猪 可能幼苗会被这些羊吃掉一些 但是成年猪的话 基本上是有刺来保护自己的 它为什么叫做贺潮丸呢 前面说了 它的署名是来自于希腊语的 Sinner 意思是指 皱起的表面的这种结结 类似于乳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种植物最高可以达到15尼米 它的直径可以达到20尼米 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仙球品种 这种植物的养护呢 和其他的仙球品种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透气的土壤和透气的盆 冬季记得在室内养护 它虽然能够适用比较低的温度 但还是不要这个太过寒冷 否则植物就会冻坏或者是腐烂 在我们平时养护过程中呢 要时不时的消一下毒 杀一下虫子 因为有些病菌如粉戒 它们是可能会助空根部 然后对球体造成伤害 因此每隔一两个月要进行一下杀虫 当然该植物也会受到红蜘蛛这样的问题 如果由于它的生长非常的缓慢 一旦受到红蜘蛛的这个困扰 会造成这个植物毁容 因此也是要在土壤表面 撒小白粉 然后在植物上面养护 下一些辜负 要注意这个土壤 在种植的时候 就要为土壤进行高梦酸甲的消毒 这样子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诈吧 那有的小伙伴问 那这个植物价格贵不贵呢 现在小母鱼上面的价格 在50到150那样食生的 我觉得这个价格 还是比较正常的和合理的 这个仙球的这个刺 也是非常霸气的 这个品种也是非常帅的 不亚于像琉球鼠的 琉球玉鼠的另一个品种 这个大统领 这个品种也是比较经典 好了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小新节目 欢迎一键三连加关注 那我们下期见吧 再见